到底什麼情況下會感染這個海獸胃腺蟲呢?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我們吃到這個第二種間宿主 也就是海中的魚 哈囉大家好,我是沙昂哥 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我們寄生蟲學裡面還蠻重要的一隻蟲 這隻蟲其實大家之前在一些新聞報導上面可能也會看到啦 對,它叫做海獸胃腺蟲 那海獸胃腺蟲顧名思義它是寄生在這個海洋裡面的生物 對,那每一隻寄生蟲都有它的生活史 我就先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呢這個海獸胃腺蟲呢 它有一個第一中間宿主 這個第一中間宿主呢是海洋中的甲殼類 就是像海洋中的蝦蟹啊等等的 那這個蝦蟹它會被第二中間宿主給吃掉 進而感染第二中間宿主 第二中間宿主就是海洋中的魚類 或者是一些回遊性的魚類 比較有名的像 雪魚啊 鮭魚啊 白帶魚啊 鮪魚啊 還有那個烏賊等等的 對,那最終的第二中間宿主就會被它的最終宿主 叫做海洋中的哺乳類 像海豚、海象、海獅、海豹之類的吃掉 對,然後這些寄生蟲就會在這些哺乳類的體內產卵 然後產卵之後它的卵又被 又回去給第一中間宿主 就是甲殼類吃掉 就完成一個生活史這樣子 對,那所以到底什麼情況下會感染這個海獸胃腺蟲呢?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我們吃到這個第二中間宿主 也就是海中的魚 對,像剛剛講到的那些鮪魚、鮭魚、白帶魚、雪魚之類的 常常我們喜歡去吃這個生魚片嘛 那其實大部分衛生比較良好 那有經過專業訓練的廚師 他們在處理這些生魚片的時候 他們都會特別注意 欸,我們這些生魚片裡面有沒有一些寄生蟲 那有的話當然就是這整批就不可能會拿來賣客人 所以大家雖然說有吃生魚片的習慣 可以習慣去吃那些比較 衛生條件比較好的是不用太擔心 那比較怕的就是一些比較廉價的生魚片啦 那的確因為生魚片 假如這個師傅他沒有處理的好 那他們又沒有太注重這些衛生習慣的話 就可能真的容易會把這些 被海獸衛鮮蟲感染的生魚片給吃下毒 那我們就會因此被感染 那感染之後會有什麼症狀呢? 因為這些蟲類其實就是會躲在我們的胃腸的一些黏膜上面 所以常見的症狀其實就是上腹痛啊 下腹痛然後噁心嘔吐 甚至是拉肚子結血變等等 那他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症狀 就是這些蟲體他有可能就是入侵我們的組織 那會引起我們的過敏反應 所以有可能說 欸,你被這個海獸衛腺蟲感染 然後反而開始有些尋麻疹啊 然後皮膚癢的狀況 對,不過其實整體來講 台灣的盛詢率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並不是說你覺得自己有過敏的人 都懷疑自己被感染這個蟲類啦 是不需要這麼擔心 對,那診斷的方法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會用胃鏡 然後去看一下你胃壁裡面有沒有這些蟲 那通常有看到直接夾起來 大部分的胃痛就會痊癒了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跟大家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海獸胃腺蟲啊 再強調一次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假如你去吃生魚片什麼的東西的話 你只要挑好這個衛生條件比較好的餐廳 基本上他們的廚師都會有注意這些衛生上面的問題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這樣子 好,那麼這次就先這樣 之後就跟大家補充這個冷知識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